大家好,我是亚欣,欢迎收看本期艺术史 在明代奇书《菜根坛》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耳中常闻,逆耳之事,心中常有佛心之事 才是进行道德修养的底识 意思就是说,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呢 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这才是我们修身养性,提高道行的魔力方法 再说了,如果我们每天都只是听到自己愿意听的阿谀奉承的夸奖 每天都是顺顺利利,按部就班 那我们这一生,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就是需要有人能够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能够让我们及时调整心态 三国时期,孙权长正,受到了一些奸臣的教唆 整天都混迹在灯红酒绿之中,不能自拔 甚至说有一天,他在钓鱼台上 大摆宴席请官员们吃饭 用尽了这个皇宫里的真品,可以说是非常的奢华 大臣张昭看了之后,觉得非常不妥 就走到了孙权的面前,劝他不要再这样大肆挥霍了 但是孙权却说,今天我们要不醉不归 而且呢,大家都在兴头上,你别扫兴 听完了孙权的话之后,张昭又说 从前的伤咒王就整日沉醉在功仇交错里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还不是自焚在了露台上 而如今,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吗? 孙权听了之后,果然顿时清醒 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早早地结束了宴会 而在这之后呢,孙权在张昭的指点之下 及时地自我反省,改正了缺点 东吴也就慢慢地变得强大了起来 金无足斥,人无完人这一句话很对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难免呢,我们都会有缺点跟缺陷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错误遮遮掩掩 虽然说可以蒙混一时 但是我想时间长了也会酿成大错 有时候,好听的话不一定是真心说的 难听的话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那些整天夸奖你,阿谀奉承你的人 虽然你当时是谦虚的 但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偷偷高兴的情绪在 而当别人说你的缺点的时候 你的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但是我们回头仔细地想一想 可能这些话确实是对的 那么你又为什么要怨恨和埋怨别人呢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也欢迎私信我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